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言我看向他微微隆起的小父 我是他的第一个孩子 但即便爸爸在的时候也没过什么好日子 因为我是一个女孩 她遭受了许多来自爸爸 奶奶和村里人的闲言碎语 后来再不小心又留掉了两个女孩之后 她从外边带回了毛毛 毛毛很乖 也很听话 看到第一眼我就喜欢上了她 小时候我也是有爸爸的 虽然她脾气很大 也嫌弃我是女孩 但妈妈每次给她炒来下酒的花生米 她总会抓一把留给我 可到了三十岁那年 她忽然疯疯癫癫 在家大吼大叫 砸锅摔盆 奶奶找了好几个年轻人来 都按不住她 这之后还是让她跑进了深山里去 妈妈为了寻回爸爸 急得满嘴撩泡 可奶奶却说 妈妈一肚子丫头 哪个男人能不气疯啊 爸爸跑进了深山 从此杳无踪影 不过一年 妈妈又和物工回乡的刘叔叔好上了 刘叔叔是跑外勤的略有家底 也不嫌弃我妈妈而婚 但谈到娶她 她只有一个条件 她说女孩命理代会 我妈嫁过去不能带着我 我哭着闹着要跟着妈妈走 可她却比我哭得还凶 看她那么伤心 我懂事得不再哭了 反倒安慰她自己一个人也会好好生活 妈妈将我抱在怀里 忍不住地亲了又亲 她很少会这么亲我 我自然是高兴极了 奶奶却说再嫁可以 但我妈没给她生到孙子 所以彩礼得退 当时我爸给了五千 如今钱不值钱 就五万吧 刘叔叔道是真心的 她和奶奶从春天砍价到冬天 终于把彩礼砍到了两万三 就这样两人顺利结婚了 在当时村里人很少领证 刘叔叔在村头摆了几天流水席 就算给两人的关系过了明路 脱她的福 我也跟着混了几天宝度 还记得那一天 我妈穿着个廉价的的确凉衬衫 头戴丝制大红头花 捆着几床被褥 就去了刘叔叔家 离开的路上 妈妈一步一回头 但最终还是将我渐渐撇在了身后 从那天起 我一直担心被妈妈抛弃 现在想来 或许我早就被她抛弃了 在出生的那一天 自从妈妈走后奶奶不让我进家 因为刘叔叔不喜欢我 所以我只能一个人住在荒废的牛棚里 夏天 蚊虫咬的包一个接一个 我忍不住去抓 一条腿很快就不见好皮 睡梦中不知事 我常会挠破膝盖 如此大伤叠小伤 心伤叠就伤 时间长了 竟烂出了一个发臭的窗 毛毛望着我的伤腿 小小的面孔上透露着疑虑 好像在说 姐姐 你不疼吗 不疼 毛毛不相信 隔天她便偷偷去了山里找野草 放嘴里嚼得稀碎 再回来给我附在膝盖上 而那个烂得隐约能看到骨头的洞 居然就这么神奇的好了 这个冬天尤其的冷 我想告诉妈妈 我每天都好冷呀 可当我找到她 她已经快生产了 腰管几乎是以前的一倍粗 双腿浮肿大腹便便 见我穿得脏兮兮的 笔下还挂着两管黄屉 刘叔叔投来不善的目光 妈妈勉强笑道 彩蒂 为了妈妈 你在忍人好吗 如今妈妈身子不方便 不好麻烦你叔叔 我知道了 自己的到来让她很没难 我没说话 而是默默拿走了她给的一袋馒头 这一夜村里鸡血不化 牛棚里我冻得发起了高烧 就在我以为自己要冻死时 毛毛偷偷找到了我 小脸不住在我肩上磨蹭着 好像在说 姐姐 你是不是很冷呀 而我任她在我怀里拱来拱去 冻得上牙打下牙 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健壮她懂事地钻进了我的被窝 小身子暖暖的 任我紧紧地抱在怀里 一整个冬天 在挂满了冰临的牛棚里 只有毛毛温暖着我 我在牛棚住了两年 直到妈妈和刘叔叔的儿子 天赐出世 小弟弟刚断了奶 刘家公婆便急吼吼地 赶她去镇上做工 妈妈说 天赐还小没人照顾 刘叔叔却说 一个也是养两个也是养 不如让我来带她 刘家人很快便赶来了牛棚 就这样 我又回到了妈妈的身边 我以为 从此我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谁知刘家人宝贝小天赐 家里老母鸡下的鸡蛋 只给她一个人吃 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全家只有妈妈会给我留馒头 每每看我狼吞虎咽 她总会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彩地 你要谢谢天赐 要是她先出生 哪还会生你 所以你要对弟弟好 长大了 要帮她建房子 娶媳妇知道吗 我连连点头 可惜妈妈并不总在家 她出门打工的时候 我只能吃刘家人的剩饭 但随着小天赐 渐渐能说话走路 我就连剩饭也没得吃了 有一次 甚至直接在毛毛面前饿晕了 等我醒来 不知何时 已被毛毛拖到了她的小碗前 不住地用头拱我 好像在说 姐姐 你吃我的饭吧 我知道 吃了毛毛的饭 她就要饿肚子了 我本来不想吃的 可是我太饿了 毛毛的饭里 拌了肉汤 里面还有一点带骨头的碎肉 我差点把碗底 都嚼碎了吞下去 毛毛却温顺地 依偎在我怀里 一点也没有忽实的意思 今天村里来了新之书 政策规定 村里的孩子超过七周岁 一定要接受为期九年的义务教育 若不送去读书老师们 就天天家访 刘叔叔烦不胜烦 想着天赐也到了十字的时候 便让我直接带着他去上课 在课堂上 我第一次见到了福林老师 他是今年下乡的支教老师 生得温柔美丽 来上课那天 四里八乡的小伙子 都赶来了学校附近偷看 几乎把校门给挤破了 因为个头矮小 我坐在角落里 几乎引不起任何注意 直到那一天 福林老师给学生们 分发了笔和本子 轮到我时 他温柔地抚摸着我 黏乎乎的头发 好孩子 你叫什么名字 我小声说 我叫张彩蒂 福林老师一愣 啊踩地 不等他再发问 班上的小男孩们 窃窃偷笑起来 老师 我们村的女孩子 都叫这种名字 对呀 还有更难听的 比如什么贱女 糟女的 嘻嘻 在一群小男孩 大声地嘲笑声里 那个叫曹剑女的女孩 低下头哭了 可福林老师 却脸色一变 一向轻声细语的她 不知为何 连声音也变得严厉了 都给我闭嘴 小男孩们 顿时进入寒蝉 福林老师 安慰了哭泣的小女孩 又拿过我的书本 翻到飞夜 手把手地 教我写名字 可她欲写欲是唏嘘叹气 唉 这个名字 实在是 她问我喜不喜欢 自己的名字 我小心翼翼地摇头 见状她轻声叹了口气 你要是不喜欢 老师可以给你改个名字 但你不要告诉别人 就我们两个知道 好不好 我答应了 这之后 福林老师贴在我耳边 悄悄道 那你就叫彩云吧 她告诉我 彩云是吉祥的云 我很喜欢这个名字 因为我也想像彩云一样 光辉绚烂 自由自在 那天放学福林老师 擦掉了我书本上的地字 又一笔一画 改成了一个大大的云字 后面她特地送我回家 叫住了我妈妈 彩云妈妈 你已经有天赐了 还是给女儿早点改个名字吧 就算你是为了生儿子 可彩云也是你的孩子 再用这个名字 会被人笑话的 不知为何 福林老师无论语气 还是表情都温柔柔的 可关上了门 妈妈还是难看地哭了 一转头 她就把这件事 告诉了刘叔叔 这本来也只是一桩小事 毕竟 我又不是刘叔叔的女儿 可坏就坏在小天赐 恰在这时生病了 还是急性百日咳 刘叔叔将我的作业本 翻得一团糟 看到了我飞夜上的名字 立即跑去了学校门口 气急败坏 又跳又骂 校长好说歹说 又请了村支书来说相 最后还是学校给他赔了五代米 石金油才作罢 但这件事并没有因此结束 妈妈把这件事全数归咎于我 她一边流泪 一边吓死手掐着我大腿内侧的肉 一下又一下 彩蒂 你怎么能改名字 我好不容易把你接在身边 你怎么能妨害弟弟呢 我本想说不是我要你接我在身边的 是你自己要我帮你带儿子的 可我还是一句话都没说 毕竟我只是一个小孩子 人世间所有的恶意都可以尽情向孩子挥洒 即便他有眼泪 也不知道为谁而留 即便他有嘴巴 也不知道向谁倾诉 即便他心中有恨 也会在第二天日出钱淡忘 这件事之后 刘叔叔不让我再去上学了 我说不带天赐了 自己去山里捡骏子攒学费 谁知刘叔叔一听就发了脾气 一把拽着我的头发 把我拽进了门口那个狗笼子里关住 来来往往的人都看我 指我嘲笑我 只有毛毛会偷偷钻进笼子里陪我 秋天还没真的来临 可夜晚已经渗出了良意 妈妈又去镇上打工了 等她回来了一定会救我的 我只能紧紧地抱着毛毛 度过一个又一个不眠的夜晚 心中期盼着妈妈能早日回来 妈妈总算回来了 第一时间便将我从狗笼子里放了出来 破天荒地看着我凄惨的模样 她忍不住跟刘叔叔抱怨了两句 之所以只有两句是因为第三句还没出口 她就被刘叔叔扇了耳光 她没法责怪自己的男人 因为村里的男人都打女人 别人都打你不打 你都不算了男人 因此她捂着脸哭了半天 转头就骂我 都怪你 要不是你 你叔叔怎么会打我 文言我沉默了 弗林老师特地来找我 但妈妈却把她关在门外 还说最讨厌她这种假惺惺的城里人 直到老师承诺 只要我来上学 连带天赐的一日三餐 都可以由学校解决 妈妈这才勉强同意了 弗林老师很高兴 她没好意思进门 只是隔着窗户 硬把一袋苹果塞 在我手里就离开了 妈妈却默不作声地 盯着弗林老师的背影 盯着她整洁的衣衫 光泽的长发和窈窕的背影 又低头看自己臃肿的腰腹 脏污的围裙 不知为何 静出了好久的神 因为条件艰苦 村里前后来了几个支教老师 待不了多久就跑了 弗林老师看着年轻 却是任教最长的一个 年底留叔叔的一个侄子 拎着半扇猪肉 去向他求亲 却被校长拦了回去 从那天开始 村里人开始在背后说闲话 说弗林老师眼光高 看不起农村人 可我知道 他在城里有男朋友的 我还看过照片 那是个高大 帅气的警察叔叔 弗林老师靠在他肩上笑 两人看起来特别般配 但村里人不信 他们看村支书 偶尔往学校去 又开始编排 弗林老师和村支书的关系 当着他的面 却又笑得淳朴无比 事实上 这里的人从不淳朴 因为不够淳朴 村民们很难有 做起来的营生 譬如住在隔壁的田老头 前些年 他举全家之力 养了一亩鱼虾 接近收成的时候 却不知道被谁下了一包老鼠药 结果写本无归 后来他便一蹶不振 烂在屋子里成了酒鬼 刘叔叔也一样 自从外勤跑不动之后 他回了村 又做过几次养殖 可惜每次都不了了之 很快 他和田老头 就成了酒友 我妈嘀嘀咕咕的 生怕刘叔叔 就此一蹶不振 不能给天赐 挣下家底来 可他害怕他的拳头 到底也不敢大声 年后 刘叔叔的大侄子找上了门 两人关在屋子里 嘀咕了许久 在出来时 便是勾肩搭背 红光满面 好得跟一个人似的 听妈妈说 他们要合伙 做个大生意 似乎一夜之间 刘家就变得拥挤了起来 屋里来了好些陌生人 他们压着嗓门 一脸神秘 来来去去 说的都是有关女人 价钱分账的事 我每每偷听 都会被妈妈臭骂一顿 刘叔叔很快迎来了 第一单生意 拿回几叠大钞的当天 村口的瘸子家 也忽然挂上了红绸布 热热闹闹地杀起了猪 就连我也跟在后面 吃了几口肥肉 瘸子一家都是下矿的 后来他爹得了 西肺病死了 矿上赔了好几十万 按理说 算是村里最富足的人家了 可瘸子又矮又丑 还残疾 家里给他找了好几个老婆 都是待不了多久 就跑了 夜里我揣着猪血肠 去找毛毛 路过瘸子家时 却隐约听到 里面传来年轻女人的哭声 细细碎碎 断断续续的 秋天我上六年级了 多亏校长在打饭时 说露了嘴 我这才知道 我和天赐的伙食是从福林老师工资里扣的 这之后 有空我便带着毛毛下河 挖上满满一洗脸盆泥丘 或是盒棒送给他 福林老师高兴地收下了 这次期中考试 我又考了全班第一 他还额外奖励了一个主熟的大鹅蛋给我 也因为这个原因家长会那天 我妈被邀请坐在第一排 收到通知 妈妈激动地面孔泛红 为此特地翻出结婚时的花衬衫穿上 却因为肚子太大 崩掉了两个钮扣 这是被刘叔叔知道了 笑了他许久 妈妈穿着不合身的衬衫来到了学校 令他没想到的是 福林老师却夸他洋气 还拿出自己的摩丝 给他梳了个高高的刘海 妈妈从没这么高兴过 我也从没这么高兴过 家长会结束后 福林老师又拿出自己的手机 给在场的家长和孩子们拍了许多照片 一个不小心竟将屏幕摔出了个小裂痕 他只是捡起来擦了擦 没事 不影响用 我妈看到了 神色却比他还要紧张 你赶紧藏起来吧 对方莫名 为啥要藏起来 我妈撇了撇嘴 摔坏了手机 你男人看到了不得打你呀 福林老师听了 静哑口无言 从那天开始 福林老师经常来家访 他告诉我妈 我成绩好脑袋瓜也聪明 只要好好努力 一定可以考上大学 或许是看在老师的面子上 妈妈满口答应 等我考上了 就给我改名字 春去秋来 寒来熟往 我12岁了 马上就要从小学毕业了 村里的喜事越来越多 刘叔叔的生意也越做越大 听村里的大娘说 不光我们村方圆百里的老光棍 都得求着刘叔叔帮忙 妈妈也成了村里第一个 穿上羊毛衫的女人 福林老师很开心 因为这两天 男朋友从城里来看望他了 警察大哥哥比照片里 要高大帅气 他不仅给老师带了鲜花 给我们这些小毛头 也带了笔和本子 等大家都领了礼物 开开心心地离开了 他却悄悄牵住了我的手 将我领去了角落里说话 虚 这是老师特地让大哥哥买的 他从格纹的包装袋里 拆出一条印着彩色云朵的裙子 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好看裙子 香香的软软的 这天我穿着裙子回到了家 一路收获了许多奇异 探究的目光 因为在学校吃饱了饭 我的个子窜得非常快 看起来渐渐有了几分姑娘的样子 回到家后 妈妈打量了我许久 你穿得大了点 她嘟囔两声 便让我把裙子脱下来 拿出了针线要改 可到了夜里 我却看到她翻出了裙子 不住在月色下 抚摸那柔滑的布料 和那细腻的针脚 然后将裙子比在我身上 轻声道 我家阿弟穿着还挺俏理 第二天 我妈果然将裙子改好了 我穿上了那条和身的裙子 高兴地在院子里转圈圈 不料却被天赐看见了 她在地上打滚 哭着闹着也要一见 见状我也哭了 可看到妈妈为难的目光 却只能努力地忍下泪水 脱下了裙子 下午那件漂亮的小裙子 被她拿到了缝纫机上 改了一套男孩适合穿的短袖短裤 我也只能眼睁睁看着 那漂亮的彩云 飘荡在了弟弟身上 刘叔叔的生意越做越大 他和自己侄子的来往 也愈加密切 这天大侄子又来了 可对方站在门口 却好像从未见过我似的 盯着我打量了许久 离开前还对我妈意味深长的道 你家才滴水头好 村里人管五官清秀 长得白皙的叫水头好 这件事过去了许久 我还记得对方那不怀好意的眼神 心头浮现不好的预感 果然没过几天就有人上门来提亲了 刘叔叔十分热情地把没人留下来吃饭 等送走了客人 我妈站在角落七七哀哀的道 可是彩地还太小了 刘叔叔抽了一口中华 促着没道 哪里小 他今年十三家里先订婚 明年结婚不就十四了 妈妈听了也只能懦懦英试 这两年刘叔叔的生意做得如火如荼 不光他赚了钱 他那大侄子也找了个本村的小媳妇 那女孩才十六岁就已经怀上二胎了 本以为这只是一个小插曲 谁知没过几天又有没人上了门 那户人家就想要年纪小的 男方愿意多出十万 加上村里惯例的十八万 足足可以给出二十八万的彩礼 这钱无论是给天赐在镇上买房 还是盖宅基地都足够了 我妈原先还想多留我两年 这下彻底不说话了 村里的女孩实在太少了 这也导致游荡的光棍有几多 临近期中考试时 我见到了没人带来的对象 看起来和我差不多高 脸却生得很老 说是三十出头 但我总感觉有四十多了 刘叔叔把人带进屋 让我们说说话 一开始 没人和我妈还在旁边作陪 可刘叔叔进来两趟 一次叫走了没人 又一次叫走了我妈 等人都走光了 那个人借口请我吃糖身子挪过来 将我挤在了角落里 他身上脏脏的臭臭的 咧嘴笑的时候露出一口大黄牙 那只黏乎乎的手一个劲往我身上伸 后来我才知道村里人所谓的定亲 就是把女孩和男的关在一个屋子里 如此即晚女孩就是不服也得服了 等有了孩子更是对这个男人死心塌地 被那个男人按住的时候 我透过窗户看到了院子里 我妈似乎正往这边走来 到了门口却被刘叔叔拦下了 我想喊她 下一秒却被男人捂住了嘴巴 我想她必然知道将年幼的女儿 和一个成年男子关在房间里会发生什么 医生妈妈就这样堵在了嗓子眼里 小时候我问过妈妈什么是嫁 妈妈说嫁就是家 嫁给了男人 就要给他们家里添砖家瓦 就比如我妈改嫁给刘叔叔后她的牢里 她的子宫 甚至连她的女儿都成为了男方的自产 如今我也要成为另一个男人的自产了 一阵冷风吹了进来 不远促的小窗子开着 自由好像很近又好像很远 呼得大门促传来嘈杂的叫声 原来是毛毛在门口大叫 妈妈好像惊醒了一般 用力推开刘叔叔 扯直的嗓子朝屋里吼了声 彩蒂 张彩蒂 不顾刘叔叔的阻拦她将我屋的小门拍得山响 破门坛在墙上的男人一哆嗦 吓得历时松开了我 见我妈冲进屋子男人不住独囊 咋和说好的不一样 此刻女人臃肿的身影 站在逆光里 一手指着院门从未如此凶狠 走 你给我走 我的婚事黄了 刘叔叔对此很不满 又把我妈打了一顿 自从家里日子好过了 她已经许久不打我妈了 但这次却打得尤其严重 打得我妈足足三四天都起不来床 小天次快五岁了 此时的她已经成了一个小胖蹲 看到妈妈连续几天爬不起来 闯她急得不行 吵吵嚷嚷着 让她快点起来烙饼 我妈舍不得骂她 只能转头骂我 我忍不下去了 妈 你要这么受一辈子罪吗 我妈摇头 你说的什么话 谁家不是打得闹呢 再说了 你爸平时对我挺好的 就算打我了 她也舍不得下死手的 文言我不敢置信 这怎么能算对你好 说不定哪天她下手中了 把你打死了呢 我妈随即反驳 别瞎说 这么多年 她早已习惯了 毕竟村里的女人都是如此 小时候被父亲打架人了 被丈夫打 临到老了还 要给儿子当牛做马 虽说嘴上硬气 可她依着我的身子 却在微微颤抖 我知道的她也怕 只是和村里许多任命的妇女一样 走也走不了 逃也不敢逃 我不再说话 低着头给她擦屎尿 妈妈盯着我不住忙碌的身影 忽然叹了口气 哎 早点嫁了也好 只要不打你 嫁给谁都一样 我低声道 那嫁人了还能回家吗 你这说了什么话 我妈怪道 你都嫁人了还回来干嘛 原来她知道 天赐是儿子她有家 我是女儿 所以我没有家 我没有房子 没有田地 所以她只能早早把我赶出家门 赶到一个陌生男人的屋檐下流浪 我拿来红花油 闷不作声的 给妈妈按着被打到瘀青的肩背 她哎呦哎呦的喊了会疼 忽然道 你也心疼心疼吗 下次你留书再给你安排人 你就嫁了吧 我没说话心中却明白了 妈妈不会再管我了 接下来我得救我自己 我隐隐约约知道 刘叔叔做的是什么生意 那天瘸子堵在门口 一个近抱怨屋里的女人 年纪大没得升 刘叔叔满口硬成说 会给她换一个 没过多久 瘸子就拎着烟酒上了门 说屋里的新媳妇水头好 屁股大她很满意 但她连续换了两个媳妇 村里都没人知道 那天夜里 我和毛毛说了这个事 她好像听懂了 主动带路 将我带到了寡妇家后墙 那里有一处小小的狗洞 仗着自己瘦小 我猫着腰钻了进去 这里到处堆满了柴火 柴火掩映着一角小窗 透过破败的窗帘 我听到了女人隐约的尖叫声 还有瘸子的粗喘声 贺骂声 紧接着我听到了 那个女人无助的哭喊声 她喊的是 妈妈救我 昏暗的夜色里 我抱着毛毛 飞奔去学校 警察哥哥正在收拾行李 他说他要走了 直到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 大哥哥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瘸子的媳妇 被解救出来了 就在当天 刘叔叔和侄子 都被逮捕了 原来他们所谓的大生意 就是贩卖妇女 这些年来 他侄子一直在镇上开出租车 专门接载年轻的女孩 在以介绍工作为由 将女孩卖给其他村子 需要媳妇的光棍 长此以往 女孩在不同的村子兼导手 构建了一张巨大的利益网 大哥哥破获大案 解救了数十个被拐妇女 因为买卖不同罪 瘸子只是被教育了几句 就被放回来了 但刘叔叔和他的大侄子 却面临着七年以上 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被押上警车的那天 他看到了躲在人群里的我 随即破口大骂 死丫头 是不是你告的状 我就说当初不该管你 就该让你冻死 饿死在牛棚里 我抱着毛毛 担心地看向人群里的妈妈 幸好他根本没看刘叔叔 只是在地上哭嚎嚷嚷着 自己没服 刘叔叔被逮捕当晚 瘸子跑到了我家 叫削着让我妈再陪他一个媳妇 幸而警察大哥哥还没离开 一警棍将他吓走了 大哥哥认为村子里不安全 便让弗林老师早点结束 执教申请回校 弗林老师同意了 他本就拿到了叫诗编制 只是舍不得村里的孩子们 这才一直留在这里教书 离开之前 他特地去找了我妈妈 说他可以将我带在身边 同时资助我上学 可妈妈却替泪连连抱着我不肯撒手 踩地 你叔叔坐牢了 你弟弟又还小 你要是跟着人走了 妈妈就真的没法活了 可无论他怎么哭嚎 我都拉着弗林老师的衣角不放 他哭哭啼啼 你个白眼狼 要不是我带着你改嫁 供你吃供你穿 你能有现在的好日子 他所谓的好日子 就是让我嫁给一个和刘叔叔一样 粗鲁 暴力 丝毫不懂得尊重女性的男人 明明他自己也身在这个泥潭里 却执着于将我也一起拉下去 想到这里我终于爆发了 两只手用力将他推开 你走开 我不要你做我妈妈了 他怒瞪着我 你不要我 那你要谁 我一点不怕 反倒紧紧抱着弗林老师不放 老师给我吃的 给我新衣服 给我读书 他才是我想要的妈妈 妈妈愣住了 他呆呆地望着我 不知不觉竟松开了扯住我的手 不知道是哪句话触动了我妈 总之他同意让我离开了 在大哥哥的帮助下 弗林老师带着我来到城里的学校 托人求情 给我办理了入学 从那以后一直到考上大学 都是他默默地在背后资助着我 城里学校的要求很高 因为睡眠不足我总是觉得很困 只能随身携带一块湿润的就毛巾 即便是大冬天也要不停地擦脸 或者干脆把冰冷的毛巾顶在头上学习 因为过度用眼 我的眼睛很快就进食了 手指也写出了厚厚的老简 但我没有选择 比起永远陷落在大山 我依然感激每一天的辛苦 这些年 弗林老师经常会来看我 瘦弱的身影 等在路灯下 总是被那一点光拉得很长 我感激他的帮助 每每更加投入的学习 从那年开始一直到高考结束 我再没有回过村子 八月流火 缠名震震 高考成绩出来后 我特意抽了一天 去镇上的网吧查了分数 和我沟的差不多 不算好 不算坏够 上个普通一本 这之后 我向网吧老板借了手机 给弗林老师打电话 报了喜 他高兴极了 当即说 要接我回家吃饭 这几年 他和大哥哥结了婚 两人虽然一直没孩子 过得也很幸福 吃完饭 我正在厨房干活 弗林老师 忽然在身后叫了我一声 小采云 你还要回去吗 我头也不抬得洗着碗 不回学校了 我已经找好了兼职 我问的不是学校 他摸了摸我的头轻声道 听说你妈过得不太好 你要不要回去看看她 我沉默了 本想说自己再也不想回去 但对上他担忧的眼神 我还是点了点头 大哥哥将我一路送到村口 我背着行李往家 走正遇上一伙闲汉 有劳有少 其中也不乏和我一起上过小学的 但对着已经长大成人的我 他们却露出了一模一样 难以言喻的目光 张家妮子回来了 你妈说你考大学去了 是不是真的 我被夹在那群人不怀好意的目光里 颇有些不自在 一个年长的腻着我 踩地呀 你们是真去上学了 还是去城里挣大钱了 村里有两个妮 去了歌舞厅上班 一个月挣好几千呢 他说是考大学 实际也不知去哪里混了 是啊 就说和他一起上小学的 刘要王国庆和小根都没能考上 咋他就能 相言相语多是讥讽 一个小伙指着自己的拖鞋 他要是真能考上 我把自己这些底子吃下去 见他说的斩钉截铁 众人又轰笑起来 张彩地 恰在此时 一阵清脆的自行车铃声 由远极尽而来 众人闻声望去证 望见那邮差身上的绿色衣服 再结合他口中喊的名字 本来嘲笑的脸色渐渐变了 张彩地 有你的快见 是送通知书的来了 我们这个偏僻的山村 只能收到中国邮政 眼见对方从身后的绿油纸箱里 掏出一个白色大信封 所有人都是望眼欲穿 他送的正是某省会大学的 录取通知书 这也就代表 我成了村里第一个女大学生 众人面面相觑 再没别的话说 而那个说要吃鞋底的年轻人 文言只是打个哈哈 溜得比他的嘴皮子都快 我带着喜报回到家 妈妈恰好从外面割了猪草回来 见到我瞬间面色颇为复杂 我告诉他 自己考上了大学 他瘦削的面孔 露出一点笑话 就好像蜻蜓点的水窝 很快就消散了 和数年前相比 他似乎瘦了不少 但相应的天赐 却又高又胖 小小年纪就满脸横肉 饭着油光 为了庆祝我考上 我妈特地杀了只鸡 吃饭的时候 他破天荒的 将煮熟的鸡腿 一直给了我 一直给了天赐 不得不说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公平 谁知天赐吃完一只 又伸手嚷嚷着 要另一只 妈妈嘴唇吸动了一下 却什么也没说 我立即将鸡腿塞进了嘴里 健壮他顿时豪哭起来 因为吃得多痒的状 八岁的他 已经长到了我肩膀 几乎和我妈差不多高了 见我胡伦吞下了嘴里的肉 他大声叫嚷着 让我滚回去 这个屋子是我的 宅基地也是我的 张彩地 你他妈又不是我家的人 你是泼出门的水 刘天赐 我妈文言大声斥责了他一声 谁知天赐健壮 竟立即伸手推了他一把 我妈猝不及防被他推着 整个人都滚到了泥地里 我以为他会和以前一样 撒泼打滚 谁知面对儿子的暴行 他只是伸手挡住脸 哀哀地哭了 此刻我坐在桌边 只是冷眼看着这场闹剧 活了大半辈子的妈妈还不明白 他们都是一样的 这片土地上没有真正的爱女 在缺乏营养 贫瘠的土壤里滋养出来的 只能是一模一样 畸形病态的品种 我爸 刘叔叔 小天赐 还有那个嘲笑曹剑女的男孩 除了毛毛 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吃完了饭 我说要走 我妈擦了眼泪 低声下气地让我留下住一晚 又说天黑了 村里村外都不安全 看着外面的天色 我勉强答应了 六年过去了 这个村子 似乎淹没在了将死的时光里 没有任何改变 村口依旧是三两贤汉 偶尔走过几个带着孩子 邋遢的妇女 我来到以前和毛毛 经常见面的地方 这里的屋顶 挂着暗淡的乌丝灯泡 勉强照亮狭窄的小道 年久失修的院墙下 长满了杂草 凉风吹过送来西苏苏苏的声音 毛毛 我试探着呼唤了一声 却见那草丛渐渐分开 走出的 却是一个蹒跚的中年人 是瘸子 他看上去老了许多 眼神却愈发虚浮猥琐 采地 你回家来了 见我不说话 他蹒跚着 走进寒混说道 当年的事 是你抱的警吗 他的靠近 让我十分不舒服 你想怎么样 对方四处张望一下 见并没有人 当即挥舞着拐杖扑了过来 我想怎么样 我想你陪我一个媳妇 可他不知道 我也长大了 再不是以前瘦小的孩童 见他一瘸一拐 伸手来抓 我当即伸脚 猛踹对方那条好腿 瘸子被我这一下 踹得七昏八素 嘴里还在死将 把你自己赔给我 赔给我呀 两人滚在地上 正扭打得难解难分 身后却传来一道熟悉的咆哮是毛毛 三年过去了 已经长大的毛毛冲了上来 一口气便将瘸子掀翻在地 扑在对方身上撕咬着 瘸子被咬得嗷嗷直叫唤 我见状正打算叫人来帮忙 却见瘸子转身抓来了拐杖 冲了毛毛的头抽冷子 就挥了一棒 这一棒挥舞下来 毛毛惨叫了一声 灯石便倒在了地上 我忙将它抱在怀里 却见那小小的胸膛 已经只有进的气 没有出的气了 毛毛 瘸子健壮 瘫在地上大声嚎叫 我将瘫软的毛毛抱在怀里 一路哭着跑回了家 村里的人路过都在疑惑 这孩子抱着条狗哭什么呢 我抱着毛毛飞奔回家 学着以前村里的土方子 用草木灰给它盖住头上的血洞 再用布条紧紧包扎好 但是没用 那温热的身体依旧渐渐变凉了 见我抱着毛毛发呆 天赐插着腰 朝我得意洋洋地说 张彩蒂 你惨了 你打伤了瘸子叔 他娘带着村里人 一起来找你麻烦了 从院子里往外看 不远处灯光明亮 果真有一群人 正冲着这个方向来 我不理他将毛毛背起就走 院子外 我妈正堵在门口 我以为他也要拦我 谁知他叫住了我 却把家里唯一的凤凰牌 自行车推了过来 你快走 妈帮你拦着他们 那你呢 他摇摇头 皱纹申德相一道道沟壑 妈没事 院子外面吵吵嚷嚷的声音 越来越近 我忽然停下脚步 妈 其实当年是我抱的警 我妈沉默了许久 妈知道是你 她苦笑一声 她对你不好 你恨她也正常 那你不和我一起走 她摇了摇头 妈还要顾着天赐 我一直知道 当女人有了儿子 便不再是单纯的女人 在灵魂上 她甚至开始成为一个男人 我点了点头 便推着车往外走 我妈不说话 只是站在破旧的狼眼下目送我 不知为何此时此刻 我忽然想起了 她在逆光下保护我的身影 往前骑了一段路 不知不觉又停下了 我妈依旧站在那破旧的矮门下 好像上一个时代遗留下的剪影 我跨在车上转身大叫 妈 我以后不会嫁给刘叔叔那样的男人 而是会成为和弗林老师一样厉害的女性 如果你愿意的话 等我毕业 我会照顾你 你想要的好日子 我都会给你的 我妈抬手抹了一下眼睛 声音很小却流露出微妙的期盼 好 妈等你 我将毛毛捆在自行车后座上 几乎是星夜兼程 踩着车来到了镇上 但镇上的医院不肯收 我只好将毛毛 拖去了弗林老师那里 足足一天一夜 我连口水都没喝 整个人都有些头晕眼花 但还是迫不及待地 抱来了毛毛 老师 您可以帮我救救他吗 他愣住了 一条狗而已 为什么要救 不 他不是狗 我带着哭腔 他是我弟弟 看着在我怀里死去的毛毛 他无奈地叹了口气 彩云 在你看来 他真的是你弟弟吗 我牙口无言 弗林老师摇摇头 孩子你知道 自己的爸爸 到底是为什么跑进了深山吗 不等我说话 他便轻声倒 是因为他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我不敢置信 您认为我有精神病 不是的孩子 女人心疼地抱着我 我只是想告诉你 你要坚强起来 无论命运给你安排什么剧本 你都要坚强起来 我低头看毛毛 只见他闭着眼睛 身上散发出奇怪的臭味 我一下就崩溃了 不 在我最害怕最无助的时候 都是毛毛在我身边 他是我弟弟 他就是我弟弟 见我哭不停 弗林老师也哭了 但他还是强忍着泪水 温柔地拥着我 在我耳边低声道 那我们和弟弟道个别好不好 弗林老师给毛毛选了个目的 埋葬他的那一天 眼睁睁看着湿润的泥土洒下 渐渐盖住那一动不动的身躯 我忍不住流泪了 是的 我一直在欺骗自己 那个血液里 任我抱着的毛茸茸的小狗 任我吃掉他的狗饭的毛毛 是我真正的亲人和朋友 是的 其实他只是一只狗 我想象着毛毛是我的弟弟 我想象着自己和其他孩子一样 也被亲人的爱包围着 这一切都只是我绝望的自救把 可如今幻想被打破 我再次来到了这个残酷的人间 不得不再次面对 自己穷困潦倒的窘境 真正的穷困不是贫穷 而是不被人需要 埋葬了毛毛后 我向镇上的公安局报了案 验过伤情后 瘸子以强奸未遂的罪名被逮捕 判了三年有期徒刑 这之后我听弗林老师的话 接受了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 在他的关怀下 情绪渐渐稳定 但只要有空 我依旧会去郊外看毛毛 因为无法清醒着面对痛苦 我总是不自觉陷入疑惑之中 老师 为什么人一定要坚强 他只是轻轻摸了摸我的头 因为爱你的人不止毛毛一个 弗林老师将我送到了大学 寝室里只有我一个农村孩子 其他三个都是城里姑娘 报到第一天 我向他们介绍自己的名字 叫彩云 女孩们怯怯嘲笑 笑我土土的名字 土土地打扮 于是我坦诚地告诉他们 彩云是老师给我起的名字 我很喜欢 而我原来的名字 是彩地 不知为何 他们忽然不笑了 四年时间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我也和寝室里的三个小姑娘 处成了朋友 他们会分享 给我好吃的零食 带我去免费又好玩的地方闲逛 也会小心翼翼地照顾着我的感受 原生家庭的伤害 是一生的潮湿 明明是冬天脱了闲冷 夏天穿着闲湿的棉袄 可我却要一辈子将它穿在身上 直到感受到生命的第一道暖阳我才知道 原来真正的爱是没有伤害的 毕业后 我开始四处打工 虽然老师愿意帮助我 但我还是坚持 自己还掉了助学贷款 后来我买了手机 给我妈打了电话 一开始 她总会说些和儿子有关的琐事 天赐刚满十四岁 嫌读书辛苦 不肯再上学 妈妈便托人给她在厂里找了小工作 但她依旧是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我对此类话题不感兴趣 每每只是寒暄几句 便挂了电话 但随着刘叔叔出遇妈妈的电话 开始变多了 她总是向我哭诉 说刘叔叔天天喝醉了 没事就是打她 后来天赐偷厂里的电缆去卖 被抓进了公安局 刘叔叔说她不会叫养孩子 又把她往死里打了一顿 她哭着说自己命苦 早知道这样 当初你爸死在大山我 就该喝平乐果 当时和她一起去了 所谓的乐果 其实就是农药 我不明白 她都想着喝农药去死了 竟没想过 为自己逃一次 妈妈最终逃来了我这里 我租了房子 将她安置在学校附近 她从一开始的棚头购面 不敢出门 到后来 可以独自去附近的市场买菜 身上渐渐的胖了 脸上也有了笑容 我依旧和她没什么话说 可她总是会碎碎念 说幸亏她生下了我 不然躲都没地方躲 我知道她曾经无路可逃 直到我自己找到了路 也成为了她的退路 和妈妈生活的第一年 刘家人不知道 从哪里弄到了我的手机号 打电话让我妈早点回去 至于刘叔那抱脾气 也劝她多人忍 我知道妈妈还顾念旧情 但她实在是被打怕了 毕竟刘叔喝多了下不了床 也要从床头拿拐杖打她 我妈听着电话 一脸迷茫 关于刘叔为什么打她的问题 她从来没有答案 也不知道向谁去要打 我冷冷地道 知道他们为什么只劝你吗 就是因为只劝女人 所以才能怪女人 要是劝了男人 就得怪男人了 我妈听了闷不吭声 和妈妈生活的第三年 刘叔叔终于亲自打电话来了 这回她倒是放下了架子 一路声泪俱下 软硬监施 无非是用过往的夫妻情谊 劝她回去 可他们之间能有什么情谊 无非是一个男人 拴住她认定的专属奴隶 我笑嘻嘻道 刘叔叔明明瞧不起你 却还用着你 使唤你 因为你是最便宜的 最唾手可得的 你要回去 然后被她打死吗 我妈一听 立即就挂了电话 和妈妈生活的第五年 刘家人又打电话来 说刘叔中风了 曾经不可一世的男人 如今摊在床上 屎尿都没人管 需要她赶紧回去伺候她 我知道 我妈只是和刘叔 以结婚的名义同居 两人没有领证 没有一定要照顾她的法律凭证 我疑惑道 不是说养儿防老吗 你们怎么不找刘天赐 刘家人见拿捏不住 我又嚷嚷让我妈接电话 我妈假装眉 听见穿着一身新衣服 急急忙忙下楼跳广场舞去了 我不知道她到底是真的清醒 还是怕回到刘叔叔身边 会被她打死 我只知道她救我一次 因此我也救了她一次 只为那天她站在逆光里 像一个勇敢的母亲 春风又至绿柳扶苏 温暖了目之所及的每一蹴视野 弗林老师告诉我她怀孕了 就在我围着难得的好消息 欢欣鼓舞时 她又偷偷告诉了我一个秘密 一个关于她自己的秘密 她是被生父母抛弃 然后被领养的 原来厉害的弗林老师 也曾是不被期待的孩子 可她还是非常努力地 考上了大学 又和爱人 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再然后她发出的光 也扑洒到了我的身上 或许这个世界 无所谓幸福 也无所谓不幸 有的只是一种近况 和另一种近况的比较而已 可在我看来 也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 才能领悟极度的幸福 后来的后来 我在大学毕业后 成为了一名宠物医生 工作的过程中 也发现很多性情暴躁 或情绪抑郁的客人 在领养猫狗后 状态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刚开始我不明白 为什么猫狗具有疗愈的功能 后来在我长久的观察下 渐渐发现 或许人生下来 就应该获得无条件的爱 但我们中的大部分人 都无法在重要时刻 获得情感共鸣 猫狗却几乎把所有神经元 都用在了感情的连接上 比起天生忧郁 又有着复杂欲望的人类 简直就是生而为爱的机器 它们填补了 我们必须被无条件爱着的需要 而那恰恰是我们一生都在填补的空洞 年底 弗林老师顺利生下了一个小男孩 他将一团锦被举在我面前 采云快看 是你弟弟 被包裹在墙堡里的 是一个沉睡的小男婴 他生得红通通皱巴巴 却有着嘹亮的啼哭声 和挥舞有力的手脚 我有些拘束地站在一边 他叫什么名字 弗林老师将婴儿的小手 放在我手里 还没想好呢 要不你给他起一个 可我不懂这个 老师去着我的脸色 忽然笑道 不如就叫他毛毛吧 我们毛毛会是一个爱姐姐的小男孩 文言我再次流泪了 弗林老师慈爱地擦掉了我的泪 下一秒 他忽然指着窗外道 快看好漂亮的彩云啊 我叫张彩云 一开始我是没有家的 直到后来我看到了天上的云 天上没有河床 水却能在天上流淌 云没有翅膀 却能在天上飞翔 我终于明白原来无处可去 便是无一处不可去 从此以后 我就是我自己的家 我就是我自己的家人 纵然黑暗仍有云霞 阳光之下终成绚烂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